Hello,大家好,我是James,歡迎來到Miss Under星營 Hello,大家好,我是James,又回到Miss Under星營 我們這個系列,星營之多少,我們叫場前之多少 其實我這個系列上一集都出了,講了大家怎樣去界定 歌手怎樣才為之唱得好呢 今集我們就講另一個話題,就討論一下 究竟什麼是發聲習慣呢? 發聲習慣是怎樣影響到我們唱歌呢? 很多朋友可能沒有聽過這個 term 什麼叫發聲習慣? 這個是我們PSS的教學系統裏面 Primitive Singing System這個系統裏面 歌唱舊系統裏面 裡面我們經常都會講我叫發聲習慣 發聲習慣是什麼呢? 包含了你的身體,硬件上 你的性格,軟件上 還有我們講你的習慣,你怎樣平時執行 對於發聲這件事上面 綜合來說,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的發聲習慣都會不同 如果我們說在唱歌上面 每個歌手他有自己的發聲習慣 究竟跟我們本身的習慣是否相近呢? 如果大家的發聲習慣是不相近 但如果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我們過份模仿或者 沒有一個意識去想一下 究竟原來他的發聲習慣是怎樣 是怎樣,我適不適合模仿 又或者更加我們看得重的問題就是 你們了不了解自己的發聲習慣是怎樣呢? 了解到自己的發聲習慣的好處在哪裡呢? 其實是可以令到自己的發聲更加流暢 和了解自己的發聲 你用到自己的發聲的可能性 或者我們叫可能性都會提高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一個我們叫做發聲習慣 其實是需要了解和知道的 越早知道越好 我們來看看究竟發聲習慣是怎樣影響到唱歌的呢? 發聲習慣是指每個人 由小對發聲的想法 主要包括性格、身體和習慣 這三個方向的思考 剛才我都說過 性格會影響到我們發聲的速度 語速、語氣、輕重、聲量大小 這些東西 身體是指我們的身體結構 例如我們可能經常都 廣東話俗稱叫做癡理根 或者可能叫做舌頭下面的舌根 長短的問題 又或者我們有刀及牙 即是我們叫做鞋抽 俗稱 俗稱 哨牙 或者我們叫做吐唇 這些不同的情況 都會影響到我們運作的身體在發聲上面 所以其實都是會有影響的 習慣就是我們從成長的環境 即從小到大 我們發聲的時間 究竟我們在什麼環境發聲 例如家人不是經常說話 還是說話很大聲 或者家人會不會說一些謊言 不同的語言 其實都會影響我們的發聲肌肉 發聲肌肉有變化 其實我們的發聲習慣都會有變化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對於唱歌會不會有影響 絕對是有 所以我們都會思考 為什麼我們去參加一些歌唱班 去上課的時候 尤其是一些小組班 為什麼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老師會 假設我們每一個人的發聲習慣 或者發聲的狀態 發聲能力 都是一樣的 其實 當然你說小組班 可能價錢上 或者可能人太多 老師未必可能去做到這件事 和你分析 但是如果你上課是個人班 其實你一對一的上課 其實老師應該要有這個方向 其實如果你現在正在學著唱歌 你可以去嘗試問一下老師 究竟我的發聲習慣是怎樣 可不可以幫我了解清楚我自己的發聲習慣 我有什麼問題 影響我發聲 我有沒有到琴芽呢 我是不是真的是哨芽呢 這些問題都值得去探討的 所以 有些人經常都以為自己是哨芽 有些人經常都以為自己是道及眼 但是你要找清楚 究竟你是否真的有呢 當然也都可能衍生你一些問題 就是 人們經常說鼻敏感 其實會不會和你身體結構有關係 而再加上一些你的習慣 例如你只是用鼻吸氣 平時會不會用口去吸氣 多不多 你的氣息的流動會是怎樣的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有關係的東西 所以對於一些發聲習慣上面的想法 其實我們要更加清楚 更加有一個想法在裡面 以及要及早去找得到 OK 好了 另外 我們都會補充一些發聲習慣 剛才我們說的 補充一些想法 就是說 其實所有人學習唱歌 這件事 都會學習同樣的東西 很大機會 就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老師會教一樣的唱歌技巧 譬如 這裡就沒有特別覺得他們有沒有用 不是覺得有沒有用的問題 是我們去講 我們給了一個 term 叫做 歌唱技巧 其實它可能是一些發聲的方法 我們改一改名 可能它叫發聲的方法 或者一些發聲的方向 或者一些過程 你需要學的可能是這些 但是我們就不可以 去依賴唱歌技巧 所以我們都寫到 就是說 所有人都會學習一樣的唱歌技巧 其實只是令到每個人能夠發出 一樣的聲音 一樣的聲音效果 可想而知 如果你上小組的老師 教同一首歌的時候 其實很大機會都是因為 就著一首歌來教 因為你每個人的發聲習慣都不同 它不會就著你每個人去教的 所以這個大家要小心 但是每個人的發聲習慣都不同 所以其實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OK 剛才我都講過 這個就是我個人的想法和見解 唱歌就不需要技巧 何謂技巧 有些同學經常上課都聽我說 別人技能 那個技能他做的時候 裡面巧妙的地方 巧妙之處 但是每個人的身體的硬件不同 可能有看足球的 可能我們做個例子 可能是斯朗拿道 和美斯 其實大家的身形根本都不同 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去踢球 但是我們不能夠 就是我要學美斯踢球的方式 技巧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可能你的身體結構又不同 工藝肥瘦又不同 其實會不會是有阻礙呢 不擔保說沒有的 可能真的沒有 但是我們要知道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去試 試完之後 你就以為自己可以 但其實可能根本還沒有 問題就在於 你正在付錢學唱歌 如果你正在學 都搞到這樣 其實整件事就很奇怪了 所以我經常都說 技巧是別人技能裡面 巧妙的地方 但是這些技巧 適合什麼人用呢 其實是有些斟酌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用到 相同的技巧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就是唱歌我們不要試 這個唱歌技巧 為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當它有技巧 我們反而要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唱歌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去提升我們發聲能力 有什麼方法 令到我們發聲的習慣是良好的 不是唱歌 平時說話發聲 都能夠持續地 令到身體有一個良好的運作 我們發聲的肌肉 得到發展提升 所以我都寫到 其實是否了解自己的發聲習慣呢 以及懂不懂得運用自己的聲音呢 才是演繹好歌曲的關鍵 所以為什麼上一堂 即上一段影片 上一段影片 我們也談及到一個問題 就是歌手 那怎樣才叫唱得好呢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看回 上一集我們講的內容 所以我們今天延伸到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叫發聲習慣呢 都希望大家可以在發聲習慣 這個想法上面想想 我身體的結構 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某些歌手會不會有特別的問題呢 我們俗稱叫做 廣東話沒有貶義的成分 這個想法 有沒有一些歌手 本身是有這個情況的呢 那他唱出來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一些歌手 是軟骨 是不同的呢 和我的形態 有些人可能偏高音 黃遠之 黃飛的聲音 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都適合我呢 好了 有一個想法就是 那首歌本身是偏給黃遠之唱的 那究竟黃遠之的發聲習慣 和我相不相近呢 或者一個編曲是否適合我呢 其實我們很多事情要思考 所以其實上一集到今次這個 topic 我們都是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需要在唱歌之前 去想清楚 究竟我們有什麼要搞清楚先呢 要做好準備先呢 可能我們叫盲中中就去唱呢 那當然我們嘗試 如果是一個嘗試的角度 或者享受唱歌 嘗試唱一下而已 沒有壞的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們有跟著老師學著 又或者是已經學了一段時間 或者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那如果一些問題都還沒有搞清楚呢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定定地坐下 好好地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搞清楚問題的根源在哪 然後才去處理它 那對我們唱歌能力的提升 就一定有幫助 好了 那今集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的內容也都講好了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 歡迎留言 去IG找我們 去question 那詹姆士一定會親自去回覆大家的 OK 那之前也有說了 希望大家幫忙 可以分享 like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以及我們的影片 讓朋友知道 那如果那些朋友都是一些唱歌問題 很困惑的 那希望可以幫得到他們 那如果你說你聽完之後 你都很困惑的 那當然剛才也說了 你又要問問題 那可以在我們IG找我們 我們IG是MISSUNDER underscore 星形 SING OK 那大家要去找一找 那之後我們片尾都會有 一些聯絡方式 那大家可以去找到我們 那都是那句 那大家多些去練習唱歌 練習發聲 OK 就不要太過 收心埋賣了 多些不同的平台 或者方式都應該要去練習 練習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希望大家會有進展 片段裡面的內容也幫過大家 那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